好的 谢谢Coco老师的介绍 谢谢我们全球在线伙伴 凯莉的伙伴们来听我这次的分享 我们现在在线的人数是有260多人 其实还可以有更多的人一起来学习 学习肯定也是要花一些时间来听我这个课 其实每一次我希望你不要去听那个录播 最好是能赶得有时间的话 尽可能来一起来感受这种这个知识的分享 那我现在在分享之前 我来看一下我的屏幕 现在可以是吧 可以看到我的屏幕 可以看到的没有问题 好那我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的镜头吗 我自己都看不到 你的镜头我可以看得到 好的那都行了 那就没问题了 好那我今天讲的是影响力营销 这个观念营销 那我先分享了这个屏幕已经分享出来了 屏幕也看到了是吧 分享的PPT看到了吗 PPT看到了 然后镜头也看得到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那么今天讲的是前面有讲过观念营销的第一部分 观念营销第一部分的话 主要是跟产品有关系的 我们讲产品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讲了一种自己如何抗衰老 在大健康里面有很多人在讲如何保养身体 或者抗衰老 那我们要提出一种自己全新的一个观念 那今天讲的呢 这个不是针对那个健康方面的 是针对另外一个方面的 是针对我们的这个思维 营销里面的几个思维 叫本质思维 为什么提升到这个本质思维呢 这些可能你初学者的话 你认为这些课程就没有教你一个简单的一个技巧 直接去怎么样让一个人加盟我们的凯蒂 或者说怎么样讲解一个产品 但是这些内容呢 其实作为一个营销人来说 你确实是应该来学的 可能很多时候你也听到一些碎片化的信息 讲营销啊 讲一些理念 但是你没有系统的学过 我希望呢 跟随着不够老师的这个课程呢 慢慢慢慢把它这个商业里面啊 营销里面这些本质性的都慢慢学起来 这样的话积累到最后呢 那你这个高楼大厦就会建造起来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像建造一个楼房的话 打地基部分啊 打地基部分花了百分之几十的这个精力和财力 建一种楼房的话 虽然地基部分是没有用的 但是一栋大楼如果说没有那个地基的话 是建造不起来的 所以地基建造部分虽然没有助人 它就像你今天来学习我的知识一样 这个夯实你的基础 才可以让你转变成你自己有用的价值 所以先来今天来学习这个本质思维 本质的话 我们有一句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 那么透过现象怎么来看到这个本质呢 其实透过现象还要发现这个规律 最终还可以才可以看到我们的本质 所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 你平时能够理解到的 那么希望你能透过现象的时候 还可以发现这个里面的很多的规律去寻找 寻找完了之后呢 然后呢你真正掌握这个本质 那不过老师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呢 是一个是商业的本质 还有一个是营销的本质 还有一个是社交的本质 在这个有一个电影叫教父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有些人呢花半秒钟时间 就可以看到看透一件事物的本质了 那么有些人呢是花了一辈子时间 都没有办法看清这个事物本质 那么他们两种这两种人的他们的命运啊 他们的那个将来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呢看来看懂这个本质呢 很快的掌握这个事物的本质是非常关键的啊 既然今天你有幸来到凯利的这个赢家学院 说明你呢已经跟商业有关系了啊 跟你的创造财富有关系了 所以呢我们对商业营销和这个社交几个方面 呃都必须了解一下他的本质 嗯这个屏幕 啊商业的本质 商业的本质呢一个是价值的塑造啊 就商业的本质就是价值一个交换的过程 所以你理解商业首先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的是一种价值的交换啊 商业里面是有存在价值的 那么既然商业里面有价值 比如说你现在做的凯利的项目是有价值的 那别人要来加盟啊 别人要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肯定里面有一种价值交换啊 别人花100美金来购买我们的产品 那他希望得到远远超过啊 甚至超过100美金的价值 他才值得觉得买你这个产品是值得的 所以呢在购买这个产品也好 介绍这个项目也好啊 呃谈了某一件事情也好 你首先要塑造这个价值 那凯利的价值呢 大家也非常清楚 凯利呢是一家高生物科技公司 那高生物科技公司里面涉及到生物的这个技术 那么你你要知道这个技术的背后就是科学家 就是人啊 而且是我们自己人掌握的 我们自己拥有的科学家 就是我们的林博士 所以呢对于技术产品方面 呃虽然我们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医学科学家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原料科学家 原材料啊 因为你没有原材料的话 你没有办法像我们的氢气片啊 像我们其他产品就没有办法开发出来 那林博士的话是学天然高分子的啊 这个生物化学工程专家 那么他就能把这个产品造造出来 创造出来 所以说呢在凯利来说 作为技术层面的价值来说 就是他的第一性原理来说啊 他的意义来说他就是我们的导克特令啊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导克特令 他可以开发这些原材料 才使得我们这个凯利这个价值啊 这个平台的价值就塑造出来了啊 因为没有这个呃四亿这个工厂 给我们提供研发支持的话 那我们凯利就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呃 简单的这个产品出来 所以呢我们凯利这个项目啊 我们大家希望这个项目平台起来 我们必须承载在一个大更大的一个生态 一个平台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凯利这个价值 凯利价值你透过现象发现规律 刚刚前面讲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看到本质的价值 所以说呢你介绍凯利的时候 你就要真正的去理解啊 这个发现这个价值 因为你要塑造这个价值 所有所有的一切 你就要讲出凯利真正的价值啊 用塑造两个字 可能你更加能够理解一些 其实讲述的就是你去发现啊 这个一个项目也好 一个平台也好 真正的价值 所以你用这样一种思维啊 你要产生这个使得我们这个商业能够成功 凯利这个商业能够成功 既然商业的本质是价值交换 所以呢 在要你要寻求创造价值之前 你首先要把你自己这个项目 这个平台啊 把我们凯利的价值的这个平台 发现发现出来塑造出来 然后呢也可以展示给别人 告诉给别人啊 所以前提第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凯利这个项目 从技术上啊 我们拥有了这个自己开发原料这个技术啊 我们拥有了自己创始人这个科学家这个背景 那么我们有哪一种价值可以提供给大家 对不对 你比如说你要开发产品了 你要开发青鸡片 别人花最多的代价 跟我们来购买啊 也要想想要买掉我们的产品 我们也不卖啊 有某些公司给林博士要下订单 给斯要下订单啊 要几百万美金的这个亲戚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也不买 所以我们技术上就有独到的价值 掌握了关键技术 核心技术 这才是竞争力啊 所以凯利的这个 凯利平台的这个价值 就是拥有了他的第一性原理 拥有了他的根 将来的话 在市场上竞争的话 才能处理凹头 利益不败之地 所以发现发现这个价值出来 并且把它塑造出来 那你传播出去啊 你告诉你的身边的朋友的时候 才知道凯利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所以凯利这个 对于我们的产品层面来说 他就有这样的价值 当然对于我们的 互联网这个平台 网络安全 因为我们有这个Steve Steve的话 他是学网络信息工程的 所以说他这方面就是 帮助我们稳健这个平台 如何实现我们前台中台 后台大数据 整个Data这个互动 这就是有这样一个科学家 也是有我们这样一个专家 当然营销方面 不过我老师有20年的沉淀 对于商业闭环 商业价值 商业项目的这个设计研究 所以呢 这个里边的核心的这些价值点 就是最终导致了我们 形成了我们凯利整个平台的价值 你用这样的角度去发现 因为事情背后一定是能 企业这个企为一直讲的 企上面是一个能 下面是一个子 所以一定是能创造了这个价值 所以你发现了科技以能为本也好 这个人们的创造 都是发现这个背后的这个能 那你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 只是想这个买一些这个产品 加工一些产品 然后去创造一个平台 然后要开这个网络营销公司 那他就没有很深的价值挖掘出来 他也没有办法塑造 所以凯利对于我们这个商业项目要成功 真正的从这个出事点 你就要发现凯利这个平台上的这些价值 然后把它塑造出来 然后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价值一期 我们所有的这个包括公司 我们现在推动这个项目的时候 我们也是希望第一方面 我们知道深深的知道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经销商 我们的客服都有一个价值一期 然后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 就是超预期 超预期的满足我们的用户 那你跟你身边的朋友介绍了这个项目 他或者用了这个产品 在服务上也好 在跟进上也好 在跟他解释上也好 你也要超出他的预期 服务里面也有服务的价值 商品里面有他的价值 商业里面有他的价值 项目里面有他的价值 那如何让我们这种价值 这个超预期呢 其实很多的这个项目 商品这个他购买了这个产品 其实刚刚开始 后面还有后续的很多的服务 很多的跟进 那么有些伙伴用了这个产品 他可能有些不适应 他可能有些暂时性的 有些情况 那你跟他解释一下之后 有些对身体的 有些人群的话 他会有出现不同的状况 你是需要跟进的 你是需要提供这样内心 细心的服务的 那这些伙伴用了之后 将来对他身体上 真正有了帮助之后 他也会非常的感激你 所以呢 你的这种服务 也要超出这个 你朋友的这个想象 那将来呢 他非常愿意跟你一起来 发展这个事业 开这个网店 有些伙伴只是吃产品的 你也要给他 他购买了这个产品 他作为优惠顾客 购买了这个产品 你也要对他 这个跟进 也要对他将来用了这个产品 会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 对于这个项目的价值 随着他用了这个产品 得到了改善 改善之后 你进行了跟进之后 将来呢 他也是对你这个人的认可 对这个项目的价值 已经超过预期了 对你这个人呢 更进一步的 你这种服务 超出了他的预期 我相信呢 你会感动对方 所以这些价值呢 在这个人的心里面 有一个锚定的一个价值 就是有一个 初步的一个 想象的一个价值 还有一个呢 就是超出他的预期了 这个时候呢 这种价值体现的更加强力 所以这个对凯利来说 我们也是希望 对产品方面的 更进一步的开发 然后呢 对于我们商业模式里面 我们寻求到的商业利益回报 我们也想超出预期 包括为什么 因为我们第一年的盈利 然后我们会拿10%左右出来 我们再去成立 战术股份公司 然后再去战术股份公司 去投资这些原始股的这个品牌 然后我们在生态里面 获取我们的项目的这个杠杆 通过我们项目 这个资本金融杠杆来 使得我们战术股份公司盈利 然后免费赠送给我们这些伙伴 把我们战术股份公司的股票 赠送给我们的伙伴 这些所有的做法 就是让你知道 在这个商业项目价值 真正塑造出来之后 不是虚催的 一定要有这个进一步 更进一步的 让你得到的是实实在在 甚至远远超过你的预期 让你做凯利这个项目 初步有个认识 到最后是感动 到最后是感恩感动 所以说呢 当你是个把人的内心 这个最柔懒部分 就是说你对这个项目 已经远远超过预期了 太不可思议了 Amazing 就是太好了 这个项目太美好了 那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去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相信这个价值预期 远远超过你 他之后呢 我们最终 我们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本身 凯利也会影响很多人 对于你是这个 你身边 有人愿意跟随你的伙伴 你也要去用这样一个 真善美的一个能量 去感应对方 所以说这种价值 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都应该将来做的时候 全部是用远远超过 别人的意气的这种方法 在商业里面呢 就是你得到的一分 你要给别人回报更多 远远超过他的意气 这样的话 你这个商业项目 才能走得更长远 我们也是用这样 长期主义平衡共生 这样的价值理念在做 所以呢 我希望凯利这个项目 我们所有的管理层也好 我们现在团队的领导人也好 真正我们大家 用一种真善美的心去对待 甚至呵护我们这个项目 把我们凯利这个项目推行好的话 那伙伴们看到我们这个价值的话 远远是 在他的理解当中 远远是超过他的想象的 所以说凯利的项目 随着项目市场做大了 那团队也会越来越多 所有的团队呢 不要去互相收凯利 别人的这个团队 有多不好 自己团队有多好 所有的团队 所有的凯利的一切 远远我们凯利付出的 是因为有了这个项目 才承载了这么大家的 你们这些团队也好 这个伙伴们也好 你们将来的财富也好 承载在这个平台上 所以凯利所有的人 必须是一家人 这样去用真善美的 这样一个内心的这个做法 心里面的这个理念 心里面的能量也好 所以说 我讲的所有的将来讲述的方法 一定是先有心法的 先有心法正确了 才有方法才管用 叫道法气数里面 道对了的话 那么这个述的话 出来的才管用 才有效 所以我们这样去 那我们的心法里面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不管是团队也好 个人也好 作为我帮助大家来 陪伴大家来做凯利项目 来帮助你们 我也是内心时时刻刻告诉自己 人的内心 主要有了真善美 这样的真善美 驻扎在我的心里的话 我们才能把这个凯利项目 做的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这种逆区的话 一个方面是现在的一个逆区 现在你能在凯利里面 得到什么 感受到什么 还有一个呢 我们长期里面 我们将来真正在凯利里面 伙伴们跟随凯利这个项目 相信了凯利这个项目 得到的预期会更多 这就是我们要创造的 那我们商业里面当然还有一个 对客户来说一个终身价值 这个呢 跟就跟前面价值塑造 价值预期里面也是有关联的 其实有的时候 往往有很多 这个市场上有些生意 都是一锤子买卖 那么一锤子买卖呢 就是说 他要忙着去开发 下一个新客户了 其实我们要 这个一个老客户的价值 开发一个新客户的话 要有六倍的精力 才能开发到一个新客户 所以一个老客户怎么样 对一个品牌来说 作为一个忠诚的粉丝也好 作为一个忠诚的使用者 或者一个平台项目的一起的经营者 他在这个身上能够发挥终身价值 才是我们追求到的 就像你的 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 有些账号活不活跃 他是不是在分享 是不是在一些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是不是有CV 是不是有积分 是不是一种活跃状态 那么这个伙伴就是他介绍进来 你有没有很好的去跟进 这个就是一个伙伴进来 使用这个产品 你要维护这层关系 你要关心他 所以真正一个伙伴愿意排在我身边 哪怕现在只是一个产品的使用者 他也是有忠诚价值的 所以我们做团队进来 或者我有一个伙伴相信我 加盟了凯利这个项目 也开了这个网店 其实你要对他投过去更多的关心 那么这个终身价值呢 他真的终身愿意跟你一起来合作 时间很久 那么你的团队当中 这个A也是这样 这个B也是这样 这个C也是这样 那你有很多伙伴都愿意跟随你的话 这就是你团队 这就是伙伴给这个项目 不管是一个顾客 还是我们的一个经营者 创造的终身价值 才是对一个平台的价值 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价值 大家用这种价值打造出来的商业价值的话 才是稳定的 所以一个项目 一个产品卖出去 那只是刚刚开始 没有后面的这个价值链 价值的传递的话 终身价值没有办法创造出来的话 这个价值是胆战的 那我讲到这里的话 大家对于商业的本质来说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 商业的本质就是价值的交换 首先要发现我们凯利这个价值 然后把这些价值塑造出来 用你的语言 用你的真感情去表述出去 真感情就是好文章 不需要有塑造 塑造的话 就把本源的原本的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不需要去捏造 塑造不是捏造 不要讲这些没有自己家里根本没有的虚假的这些话 那么价值预期呢 就是这样一个项目 我们凯利公司要想法是 让这个项目超过大家的预期 让你简直觉得不可思议 让你觉得amazing 然后呢 我们自己对团队 如果接触到我们这个项目来说 你要把将来的服务也好 跟他的沟通也好 也要让他感动 超出他的预期 这样的话 这个真正的这个超预期就会出来 这个价值就被放大 就会被展现出来 那么终身价值呢 就是每一个人进来的话 他才刚刚开始 在他喜欢你这个项目 喜欢你 爱上你 使用你 那么你将来的话 这个终身价值才会出来 所以对凯利这个平台来说 大家最终把凯利的平台呵护好 那么真正的让所有的人 让凯利的家人 或者还没有加盟凯利的这些伙伴呢 喜欢让凯利这个品牌 凯利这个平台 这是我们要做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营销的本质 我们营销的本质 其实整个过程 实际上没有营销 只有人性 所以营销的整个过程的话 对于人性部分的解读 刚刚我讲到人的心法 内心 最重要的就是 人的内心的真善美 有了真善美 你就有了一切 但是呢 世间万物啊 我们其实 人性方面是有利根性的 所以我们对营销当中 你要去理解这个本质的话 你还没有办法 把人性解读清楚的话 还真的是 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 做好营销 所以有了这个 本质规律掌握之后呢 你可能做营销 做起来了 你就对 有很多的事物 你都会接纳 你都会接纳他 你都会 允许他 因为你已经把 人性解读清楚了 人性已经读懂了 那么你做营销的时候呢 就方便很多 不然的话 你对于很多现象 对于碰到的这个情况 因为你没有办法解读 对人性解读出来 所以呢 你认为自己接受不了 自己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 不被接受的 你会心里有很多的压力 那我们来解读一下 一个方面是理解人性之后 解读人性之后 让你理解营销当中的人性是怎么样的 还有一点呢 让你善意的去运用好 这些人性方面的这些路点也好 这些本质也好 那么把它运用到营销当中去 让你的营销呢 拓展起来不是那么艰难 那能性的解读里面 如果说有些话来讲就是 贪嗔痴孔宁漫 但是我们在营销里面 今天我就解读三点 第一个是贪婪 贪婪如何来破解这个贪婪呢 其实贪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很多的好处 所以呢 你介绍项目的时候 既然能有贪心 有贪念 那么人的 这个是写入人的这个思维里面的 那既然存在这种贪念的话 贪的这个解答方法是什么呢 贪的这个解答方法 你会要给他很多的好处 可能给他一个好处还不够 可能还需要第二个好处 所以呢 既然人性解读里面 人是有贪心的 贪婪和恐惧 那么人有贪心的时候呢 人会希望去获得更多的好处 所以不管是promotion也好 促销也好 那么当我们的促销活动来临的时候 既然人的 人的本性里面解读出来 他喜欢有很多好处 用这个贪字啊 就是讲人性的路点讲出来之后 那你更加能够深刻的理解他 把这个本质一针见血的 我们就是 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讲的是客观 我们研究的是客体 我们如果讲述对象的话 是讲述的是 你的主观上的啊 你看到一样事物 你去描述的时候 你是主观上的 但是我们解读人性的时候 是客观事实的 所以我们先把客观事实的 去解读出来 你才能够更加方便的你去 面对这些营销当中碰到的问题 所以呢 人是贪的 贪的那解决方案就是说 人要获取好处 更多的好处 再多的好处 所以说有些人说 虽然他也 也这个很有钱 那为什么还要赚钱呢 人是 对他来说 获取财富的话 还是源源不够的 所以人是有贪心的 那第二个方面呢 人是有恐惧的 恐惧就是什么 恐惧的话是写入基因的 这个是在岩石森林里面 人围着孤火 大家在一起 烧着火把 就是怕有动物攻击啊 什么 所以人的 从马斯洛的五大需求来说 人的生理需求之后 上面就是安全的需求 所以人是有害怕心的 怕的怕就是一个树心旁 一个白 所以人心是有恐惧的 那恐惧的 在商业项目里面的本质是什么呢 害怕失去 害怕得不到 害怕看到的 拿不到 所以呢 对于我们的项目来说 对于我们一个促销项目来说 一个活动来说 都是他有他的时间性 需求性 就是你去营销凯利这个项目 对于这个项目的 现在目前的timing时间点 你是不是要错过 你都可以讲述给对方听 人的生命 如果活100岁才3万多天 我一直讲 去头掐尾就没多少了 对吧 我几十八七八十岁的话 就2万多天 所以呢 这个抓住这个项目的机会 抗衰老 比如说抗衰老也是有时间的 也有恐惧心理的 那这个问题怎么来解读他的恐惧心理呢 让对方感受到这种恐惧呢 恐惧害怕了 他可能就今天想要成交了 你想如果说一个人 从我们的基因表达来说 25多岁身体里面的变化 25多岁之后 身体里面很多情况 很多细胞 很多代谢的情况都发生改变了 那你想20多岁保养 还是30多岁保养 还是40多岁开始抗衰了 50多岁开始抗衰了 那你越早的话 你可能年龄停留在生理的指标 人的健康状况 30岁开始就停留在很长时间 会停留在30岁左右 如果我到了七八十岁开始保养 那我就可能到停留在那个年龄了 所以呢 可能是对你来说抗衰了也好 那么你更早更加好 不然的话促是这个时机的话 等到50岁开始保养 那没有很难回到30岁的这个样子 等到80岁的时候开始保养 很难回到三十岁五十岁的样子 所以呢提早一点保养 对人体是有好处的 你都可以把它分析给他听 所以对我们来说 这个恐惧是无凑不在的 恐惧就是害怕 害怕什么呢 害怕你说的做不到 害怕失去 害怕失去清称 害怕失去这个现在保养 如果说还来得及 那赶紧保养 那么你去如何去 你自己去理解解读这个人性的这个恐惧 你还要通过很多方面 对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的活动 我们塑造的活动里面有时间性需求性 对于人来说 这个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 衰老来说 他也是时间不等人的 如何会有恐惧心理 如何还有害怕 那这些恐惧 这些人性解读之后 都可以展化为 这个营销的本质里面 展化成商业价值的 那么这个疑呢 就是疑惑 很多人上来的话 他就眼见为止 他都是怀疑的 都是疑惑的 所以当有人疑惑 有人怀疑的时候 你也应该自己对你来说 有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 一个心理的反应 其实有些人叫 我们叫营销里面有句话叫 你就是只要简单相信就可以了 其实做到简单相信的 少之有少的 人的这个人性里面的本性 就是有怀疑心的 那么当然你如何来 这个破解这个怀疑心呢 你让他看到事实 对凯莉来说 我们这些 所有的这些 用新闻的方式发布 我们的工厂也可以参观 你如何来打消这些疑惑呢 我们因为要做一个 真真实实的项目 你可以通过这个 在凯莉也好 通过跟我们官网上的这些信息 也可以在现场做直播也好 那么这些 到了我们凯莉公司 也可以用直播的方式 可以通过上 这个团队的领导人 有些在这个 来到洛杉矶 看到这个工厂的 那么他可以通过直播 来解 解除对方的这些疑虑 这个视频直播就可以讲解 所以现在呢 这个互联网非常方便 那么对于营销的 本质能性解读里面 当然还有很多的 这个能性的弱点 所以呢 我这里面呢 只是要给你一个启发性的 很重要的这个极点 就是一个贪婪 一个恐惧 一个疑惑 这三个点呢 在我们营销里面 你经常会碰到 如果说呢 你没有一个 正确的一个方法 去把它解读出来 那你在营销上会很累 对于这个贪的话 肯定会有 需要获得很多的好处 那么你凯莉里面 我们能够给对方 提供到的好处 你可以把它一样一样 努力出来啊 就好像加入凯莉的 几个理由一样的 对于他害怕的地方 那么你可以讲述给他听 因为害怕的话 有时往往是能够 触动对方的行动的啊 他恐惧的地方 你想象一下是哪些啊 哪些事情是有时间性的 有需求性的啊 雇了这个称就没了那个店的 所以大家呢 要好好抓住这个timing啊 当然还有这个凯莉这个项目 还没有正式 这个正式开盘啊 正式这个四月引擎接担啊 达到这么好的一个成效 那你在这个一个没有用的啊 或者说很多地方都需的 这样的项目里面浪费时间 还不如说加入凯莉 加入凯莉这样的实质性的项目 你这个机会要不要抓住啊 这个也是可以让对方产生恐慌性的啊 恐惧害怕的害怕了的人的本性就会逃离啊 人是希望追求安全的 所以说呢 从这个营销上面啊 你去如何把这些人们恐惧的 害怕的这个地方表述出来的话 我相信你在营销推动项目的时候 肯定会有很多的用处啊 疑惑的话 有些人刚刚开始上来疑惑 你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些见证啊 真实的直播 所有的权威 那么这些呢 可以打消人们的疑惑啊 这样你就解答出来了 权威的这个权威的讲解 比如说有很多的院士科学家都讲 亲戚对人体有多少的好处 那么这么多的这个行业里面 没有办法用亲戚 用这么方便 用一个片剂 就把这个亲戚 这个纳米数在里面的啊 这个亲戚塑造出来 凯莉油这个产品啊 那么所以说呢 这些科学家科技界权威都已经认可的东西 就对方就会排除这个疑虑 所以疑惑 那么眼见为止的话 你可以通过直播 通过视频啊 都可以让他看到凯莉这个项目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不管是权威的认证也好 或者说有些小伙伴自己的亲身的体验的见证 那么加上你在现场呢 这些都可以打消对方的疑惑 所以呢 营销你要呃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对方为什么还不想跟你一起来合作 或者说也不一定马上使用我们的产品 原来人性方面有贪婪 有恐惧 有疑惑啊 贪嗔痴 恐疑慢 这些这个人性的路点都在里面 所以呢 营销 这个过程 整个过程啊 营销这个 你要把营销真正的做好 就是 这一场这个营销的之旅 就是人性解读之旅 啊 你把人性读懂 人性读懂了 那么你的营销呢 就会迎论而解 啊 我们再这个来看一下啊 前面讲了商业的本质 这个营销的本质 今天 这现在呢 再讲一下这个社交的本质 社交的本质 这个真正的这个核心呢 就是性能建立的过程 所有的这些社交 有些人 他愿意相信你 他就买你 对不对 有些 特别是陌生市场 你看开始还没有认识的时候 或者说在微信里面 加到一个好友 啊 没有建立这个 性能之前 你千万不要仓促的去 去成交 啊 你是成交不了的 啊 先社交再成交 社交呢 一定要拥有自己的 社交性能 也这也就是说 你在社交里面的 社交货币啊 你要有像这个 储蓄一样 你要有自己的 credit啊 你要有自己的信用 所以说呢 社交的本质 就是建立 信任的过程 那么 如果说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 你刚刚 加到一个陌生人啊 你没有跟他进行 这个下面的 这个 删布取的话 你就不会仓促的 啪啦啪啦 发了一些资料给他 发了 甚至一堆资料给他 啊 其实人家都没有点开看 所以说呢 先要有互动 不管是很长时间 没有连续的朋友 啊 你们经常的互动一下 或者说 刚刚认识的这个 陌生人 那也需要经过互动 互动有很多方面 不一定要只是 在谈论凯莉 这个方面互动 啊 比如说 大家都是宝妈 那你就可以介绍一些 对孩子教育啊 对带孩子啊 这些经验 对不对 大家经过互动之后 慢慢慢慢 熟悉了 熟悉了的话 希望在你这个互动的 内容过程当中也好 啊 讲话过程当中也好 对方能不能收获一些启发 所以社交性能 建立互动的过程 啊 不管是你讲心灵成长的 还是讲这个宝妈知识的 还是就讲 孩子上大学的这个教育的 或者说你是做健康管理的 那么通过你这个知识 先分享 你能不能让对方啊 包括是你在朋友圈 发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 千万不要是去发一些广告 是通过你这个心理 自己真实用的一个方法啊 你在社交朋友圈 也是一种社交方式 也是跟别人互动的 另外一个方式 一个是直接的点对点的互动 朋友圈的目 目的是让别人看上你 对不对 发现你 喜欢你 用上你这个产品 在这个爱上你这个产品 所以说呢 你在铺的这个内容里面 啊 你播传的这个内容里面 有没有一些这个话语啊 通过你这几句话 对他健康方面也好 育儿方面也好 心灵成长也好 教育也好 有没有一些启发 那看了半天 看了你的朋友圈 只是发一些广告 他从来不 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的 发一些广告 他从来在你的内容里面 看不到任何的启发 哪怕是你秀你的一种 积极像上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到感觉到你很阳光 受到一种启发啊 那么只要你这种启发 启迪有了之后 他觉得花在你身上的时间 不是浪费的 所以呢 社交里面通过互动之后 很多人就慢慢慢慢 都信息都不想回了 上来就推销 上来就讲一些没用的东西 那么人家觉得 跟你这交往是浪费时间的 因为他没有得到启发 没有得到启迪 没有得到价值 所以社交的这个 信任建立的过程 互动的过程 也是一种价值交换 也是一种价值的这个流淌 所以这个里面虽然说 不是一个商品的价值 不是一个货币的价值 但是对于这个社交 这个货币建立以后 不是那个 那个钞票的这个价值啊 不是那个发行的这个货币 但是社交里面 这种性能基础建立 也是建立在这个价值基础上的 所以你不管你发的内容 发的文章 发的朋友圈 发的短视频 发的视频直播 通过你这个直播里面 你能不能执视出 给别人带来一种价值上的启发 你只要有了 对你打造自己的这个IP 过程当中 你的内容里面 你的内容里面 能执视出 对别人一种价值启发的 不要是自我自嗨型的 自我陶醉 那么 我今天塑造这个内容 我今天跟人家发一个文字 或者跟人家想要互动 这个里面时时刻刻 包括我现在跟你 讲的这个培训内容 如果说一点内价值都没有的话 你就不会来听我了 今天听不过老师 把所有的那么多复杂的东西 浓缩成了 商业也好 这个社交也好 营销也好 那么浓缩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方法 然后通过讲述之后 让你慢慢理解的话 你才愿意来听 对不对 那你自己在社交媒体里面 你要跟别人建立互动的话 你是不是时时刻刻要考虑到 我今天这样 对方看我朋友圈一分钟 或者三十秒 或者两分钟 我有没有给他讲识 对方 今天我跟他聊天 今天他是我一个闺蜜 我跟他聊天 或者他是我一个陌生人 通过我们这样的交流 我对他有没有价值的启迪 有没有启发 哪怕是一个字 一句话 对方是不是下次还愿意跟我聊 这个呢 你要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通过互动当中 能够给对方价值启发 能够给对方启迪的话 才使得让你们这种社交 能够长远的走下去 并且呢 让这个社交呢 信任的话 快速的建立起来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想要建立这个信任的话 第一步就是 不管是在任何的时候 这是我一直讲 这个人的两大本性 人是自然的人 人是社会的人 既然是社会群体 社会的人的话 他必须要建立这个社交 社交的开始就是要互动的 不是单方面的 你发他一个信息 或者他发你一个信息 你从来不回的 不互动的 朋友圈也是一种互动 别人给你点赞 你给别人点赞 或者说评论 视频号里面的评论 等等 你现在住在家里 你所有的 你看这个社交属性的 这个工具啊 这些工具都已经 融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那你如何运用好 这些工具去 跟熟悉人 跟墙关系 路关系 这些关系都要 分不同的情况去 慢慢慢慢去 推动的 因为我现在像讲一个 纲领一样讲 那以后有时间的话 对于某一个点上 聚取的 如何来 如何来这个发朋友圈 如何来讲述 互动啊 如何来聊的话 我们也可以 后面有时间 也可以详细的展开讲 先给你讲一个 纲要性的东西 纲要性的东西 你有了之后呢 你结合你自己的 这个平时的这个方法 慢慢慢慢去想 最主要的就是说 我今天跟对方互动 对方浪费了两分钟时间 或者跟我聊了五分钟 他有没有 一直价值回报 不是那个 你一定要送一个东西给他 他听你讲这么话 或者说他脑海里有一个疑惑 你帮他解开了 这都是价值的启迪 这都是对他有价值的 他觉得今天跟你聊 你这个人太好了 你给了我这个帮助太大了 我原来脑子里没想通 我帮他解答了 或者说你今天讲到的一段 对抗衰老的正确的科学的 这种观念 对他也帮助了 那他觉得跟你这个老师这边 跟你这个朋友这边 将来的话 他觉得我也要抗衰老 我还是可以跟你学到东西 带孩子 宝妈也可以学到东西 也可以有启发 所以说呢 这个社交里面 这种互动 这种文字互动 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提醒大家 社交这个推动互动里面 就是对于这个点对点的互动里面 大家呢 尽可能是用文字的方式去表述 我那一般是非常头痛 别人发一段语音 发一段语音的话 你要点 我正在开会 我正在某种情况之下 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去听他 现在还有一个转化文字的功能 还好一点 尽可能的对别人尊重的话 就是把你想要说的 用简明二要的文字发给对方 那么对方如果跟你取得联系了之后 那你可以跟他打电话 可以跟他互动 这样去描述 尽可能不管是你在这个培训也好 在讲述也好 尽可能用文字的方式去跟对方描述 这样的话呢 你用这个语音 你自己很方便 但是你考虑到对方是非常不方便的 某一种情况他可能不方便听你这个话 但是文字的话眼睛看一下就很快就可以看了 那当然你有讲不清楚的很多很长的的话 特殊情况也可以用这个功能 但是不要把它养成一种随便 就是发一句话 发一句话这样的一个习惯 这样的可能对方用起来不方便 就是互为思考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的这里面会传递价值 那最后一步呢 就是共鸣 当你这个跟对方互动 产生价值启发之后 如果说两个人的这个情况产生共鸣了 那说明你们这种性能关系已经建立了 我以前也跟伙伴讲到 就是同样看一个电视剧 这一个闺蜜开始的时候说 哎呀你看这个电视剧里面这个女的好可怜 那么另外一个闺蜜呢 看了之后呢 也动情了啊 从从同情到动情 然后呢 他觉得确实不容易 到最后呢 他们几个人 几个闺蜜都认为这个电视剧太好看了 都表述出来 哎呀我们女人真的不容易 就是开始的时候是认为电视剧里这个人 这个角色啊他发生了撤影之心 同情之心啊 那叫同情 同情了之后呢 别人也是有这样的情况 你也转发给他之后 他有动情了 到最后呢 大家共情了 到最后呢 产生同一个频率啊 觉得呃我们的生活应该怎么样来创造 怎么样来改变 那女性同志也可以来创业啊 也可以来大家这个创造的很美好啊 就会发生一种共鸣的声音啊 不管是这个里面没有性别性别的情况 就是女性女性女生也好男生也好都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呃 刚刚打个比方一个方法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嗯 在内容上啊 在你的思维上跟对方去产生共鸣 那当从同情到动情到共情产生共鸣之后 这个时候往往是性能关系建立最好了啊 大家在达在一个同一个频率的叫同频共振的情况之下啊 所以说呢开始的时候呢互动的时候可能有些艰难啊 对方不不一定要马上理睬你 当然你的方法 你的形式都应该非常的注意啊 有些人如果说他没有办法将来跟你在同一个频率上 他都不踩你的你就不用去浪费这个时间了 因为全天下有趋势一人 你要建立这个社交你要建立这个强关系啊 中等的关系弱的关系 陌生人的关系把它转换成一种比较好的关系 所以你也不能浪费这个时间啊 在互动当中你就会发现啊 哪些人可能将来也不会跟我同频 你就不用浪费时间啊 然后呢对于有用的这些人能够跟你互动的 那么进一步的给他输出价值产生启发 然后呢达成一种共鸣的角度 这样呢你的性能就建立起来了 当然当你这个性能建立起来之后 别人会发现你在用凯利的亲戚啊 用凯利的life span啊 这些产品对你健康帮助的改变之后 他来询问你 他主动来询问你的时候 那么你可以让他尝试 他觉得你介绍的这个项目啊 有商业的价值 他也可以一起来经营这个网络啊 分布是跨境电商 所以这样一步步循序建计呢 在互动当中啊 互动是第一步 你要你要从来不跟人家任何人互动 突然有一个人主动来找你 这种情况比较少的 所以呢你要在这个 现在这个互联网这么发达的这个年代 你要在互联网上可以 直接就可以建立社交这种关系的 所以你如果说不能把这个社交这种方式啊 通过社交通过流量来变现的话 在这个现在这个年代的话 其实促失了很多啊 所以我今天要把那个商业本质 营销本质然后加社交本质里面如何开始的就简明二要的跟你讲一下 所以你从互动开始的话 那你建立关系 当然只是盲目的互动是没有用 还要有一种价值输出 价值输出的衡量点 就是你今天给对方的这一些对他这种情况之下 有没有价值有没有启发 哪怕是一个启迪也是好的 最后呢 如果说志同道合平立共振 那么越聊越好的话 能够产生共鸣的是最好的 所以呢这个互联网这个方式 包括你线下的话聊也可以啊 你有有一些聚会的话 你们也可以通过互动启迪产生共鸣啊 反正跟你讲的是这个原理 社交本质就是信任的建议 信任的建立 那么这个信任是如何建立的 其实通过互动启迪 共鸣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三段啊 你也应该能够掌握一些 所以呢 我们讲述的 啊 我们本质思维是让你从自己处理 达到这样一种本质上的认知之后啊 有了这样一种认知思维之后呢 然后去指导你的行为 然后呢 你才能成为 比如说在凯利你想成为七星战 你想打造这个财富自由啊 健康 那么所以思维上你如果不改变的话 你没有办法去支配你的行为 当你支配了你的行为之后呢 你将来才可以成为 我们希望通过今天 简单的对于这个 商业啊 我们这几点上面 本质思维里面 商业的本质 营销的本质 社交的本质 用几十分钟的时间 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之后呢 你听课的人呢 你自己再去呃 反复的多听几下 多听几下之后呢 用这个笔写下来 呃 我们要讲商业本质 商业项目的时候 凯利的价值是 在哪里 我也应该如何塑造 他的预期啊 我怎样来帮助我的伙伴超过预期 我对他的帮助超过预期 然后我们怎么样 让伙伴大家 或者我的一个客户 都能在这个平台里面体现出 他的终身价值啊 不是一锤子买卖 那么 还有能性方面 既然有着存在这些路点 我如何解读能性之后 运用好这些路点 用我自己的心法 自己的真正的真善美 然后去给到对方 这个帮助啊 给他好处 给他这个指出来 你现在这个项目啊 这个促销活动的时间性 需求性 所以说像我们这个 呃 本身凯利这个项目 现在这个6月30号 这个活动啊 我们过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前面有一个 大的促销之后 那有些伙伴行动力 很非常快 但是有些人呢 我看也现在 经过了几天之后 他又在恢复 继续谈单啊 这个加盟啊 发展了啊 有些人就会 有好活动 刺激大的时候 他动一下 他们小的时候 他不动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没有办法 情绪渐进 所以说呢 不管是有 有这个活动也好 没有活动也好 你要一个平常心 你要每时每刻 每天都要推动 这个项目的快速发展 如果说 你停留在原部 或者说 你不保持奔跑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停留在原地的 所以保持奔跑的人 才勉强可以停留在原地 你不奔跑的话 你已经会被淘汰了 那我希望东谷呢 呃 今天对于这个 商业上的这些介绍呢 呃 你能 对我们这个 本质思维有个了解 啊 呃 我希望我讲到的只是 这个 给你一个启发嘛 也是给你一个启发 真正 把这些 呃 核心点讲出来之后呢 你自己还可以 延展性的 长出来 你的思维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你把它 凯利这个项目里的内容 你把它装在这个里面 你去想象一下 发挥你自己的想象力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还是这句话 和你一起 创造奇迹 感谢呢 所有伙伴的在线联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